新北市观光旅游局今年招募在台留学生以及旅游玩家深入体验新北市的人文风情 10号上午其中4位留学生特地变装展现民宿特色 并且以外国人身份介绍他们所体验的新北旅游风味 另外旅游玩家也在现场和大家分享他们所设计的旅游行程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今年招募在台留学生及旅游玩家深入体验新北市人文风情 共有来自法国阿根廷捷克西班牙中国等11个国家 共24名在台留学生与十足的国内旅游玩家完成体验 观光旅游局特别邀请他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介绍他们所体验的新北旅游风味 来自法国的旅游学生Lora特地穿上了孔雀装 并邀请在旅途中所遇到的民宿主人一同分享这趟旅程最深刻的回忆 我觉得这里是很舒服的地方 他们请我们喝豆酱很好喝的自己做的豆酱 然后我们看小动物凸子和空缺 除了外国留学生外国内的旅游玩家也介绍他们所设计的游城 来自台北市的林衍宁规划了亲子游史定 她表示这趟旅程让她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永安景观步道就是可以看到鳄鱼在里面 那由高处往下看那个鳄鱼会就是像在睡觉一样 然后如果你就是由平视看 那个鳄鱼就会张开眼睛 那是很妙的一个地方 新北市拥有许多国际知名景点与人文活动 多元的旅游风味及令人惊艳的角落 正等着大家去探访体验 记者成品专门其新北市采访报导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